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元神最新PV火神马威卡终于来了 那他九位新角色形象公开 火神太遇了 新兵四星女孩超可爱 元神,那塔角色等级确定 共八位新无星排队up 火龙王超可爱 火神双形 各位大佬好呀 随着那塔PV的观炫 观众期待的那塔角色都已亮相 大家觉得每个形象怎么样呢? 来打分吧 首先是火神这位帅气大姐姐 脸和头发很好看 身材也很好 但PV看着很违和 太潮流了 有点出戏 不敢想象元神的建模做出来会有多丑 不过这个衣服比之前那个爆料强不少 元神PV我真的怕 欧洛伦这位估计最后被很多玩家忽略了 在队长旁边一散而过 看配色像风系视频里看不清楚 日服这边直接放高清涂了 确实挺帅的像个刺客 有种男刀的感觉谁懂 然后是和迪西亚同一个画风的性感小野猫 宁威西诺宁很像迪西亚的兽耳炎成女 胸口神之眼大家都看得到 这姐们儿看起来真敬以鼓庸懒风 感觉迪西亚亲姐妹 总之猫猫好评看PV最喜欢的一个 感觉弥补了镀金旅团不能入池的遗憾 伊安山神之眼看不到足迹PV那塔开场角色 跟足迹PV的架势比起来 反差有点差太远了 比足迹好看太多了足迹里面的比较有特色 一副未开化的样子 这个比较可爱 羽毛挂饰好看 突然感觉也有点像雷鸟的羽毛 也是唯一一个像那塔角色的 感觉是风格变了须迷前期比较写实派的 后面比较欢乐了 从活动还有人物塑造 都没那么多复杂人性问题 一句话来说 自己角色都是大好人 那塔战争变了禁忌 也是情理之中的 新五星成女恰斯卡曼放能看到冰神之眼 兼帽子一下就让我想到克洛林德 即使感太强了吧 不过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有点像英雄联盟的角色 具体颜值看见魔霸 倩特拉力帐篷里 杯球砸到的少女 慢放能看到冰神之眼 这位应该是最可爱的 没有之一 配色设计啥的都还可以 属于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 玉卒必抽 我好希望他是雷龙王 但却是冰喜 最后就是马拉尼水少女 卡奇纳 兽矮炎罗莉 基尼奇草少年 这三位之前出现过 前瞻短片中的三人组 伟大圣龙 应该是他旁边说话的 那个像素龙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 这几位那塔角色的形象如何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有关内塔版本已知的角色 等级和属性 已经整理出来了 大家最想先抽谁呢 总感觉原本的美工 是不是回来了 这次的每个角色 都挺好看的 并且 除了这五位新五星角色之外 其实还有三位五星角色没亮相 分别是西巴拉克没登场 但肯定五星 肯定也有空降别的国家的五星 平老了 然后少女五星 毕竟队长不会在内塔进池子 只是没想到 最好看的粉发小姐姐 千特拉利 居然是一位四星角色 这种事情不要啊 不过 要使他有发露山那种强度 接四星可以接受 而且 四星命座更难了 既然粉毛是四星 那我只能许愿是和发露山九旗人一样好用的辅助了 而且你说巧不巧 除了火神 我想抽的全是四星 另外 就是有关火龙王 都说PV没爆出火龙王 但舅舅的原话是另外说下预告PV 其实某人没出来 但算出来了 龙的国度 PV里唯一的一条龙 会不会火龙王就是这家伙呢 看似搞笑角色 其实身怀大药 众所周知 一般自称自己是傻傻傻的 二次元萌萌生物 一般真的是傻傻傻 而且 CV还是名人的配音 总要有什么大药吧 火之意志 什么还魂师 什么重染 万一说的都是他呢 话说没人好奇 他为什么是以这种纸片像素一样的形式存在吗 能把自己搞成这样的 肯定有大药 另外 因为肤色问题 万网玩家一直在抗议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抗议图片 在官号下面 大量被转发 翻译如下 米哈游 如果你的内塔响 代表我们的人们 景观 音乐和服饰 那你必须尊重我们的肤色和种族 意思就是 他们希望有深肤色 这估计会是有史以来 最大的原神肤色节奏 而且 还有一位尼利利亚神明原型的 Ororan 被设计成白皮小火 到时候 估计更加大争议 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原神目前还没有以非洲羽林原始尼聚集地为原型的地区 更别提你外观了 最多肤色深一些 也有足迹里明显偏黑的肤色 煤炭色号是别想了 然后是有玩家在论坛上放出的一张图 对火神衣服不满意的话 其实还可以期待一手 而且之前 说双形态吧 有玩家调侃说 另外的形态是凤凰吧 变成鸟 火神大世界 变成火凤凰 应该可以飞吧 感觉开一变身的话 平时也看不到机车服了 这个皮衣怎么说呢 好图的话 肯定是看背后比较多 这个背后就是一头红发和皮裤了 感觉太素了些 最后 就是六位神的皮肥罩 感觉火神这皮衣上半身还算精致的 连伟大 无需多言 大家觉得新火神如何呢 当玩家们看到内塔的PV时 他们感到非常惊喜 然而 很多玩家对于PV中的角色 并不太熟悉 他们只专注于纳塔九郡的颜值 令人意外的是 内塔的新角色 无论颜值还是形象 都非常出色 之前提到的黑皮肤 已经不再存在 不过 火龙王并没有在PV中露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火神马威卡的形象 一眼看上去 就值得抽取 与之前发布的概念图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本次PV中 颜承女西诺宁的形象 非常吸引人 与卡其娜一样 西诺宁也是颜戏角色 据说 在内塔中 颜戏将会有新的反应机制 这个新机制 只有在上线后亲自体验才能了解 叶埃塞安大白色短发的形象 大家肯定不会感到陌生 早先还有传闻他是火神 但现在真正的火神马威卡 已经出现了 欧洛伦这个男性角色 确实非常帅气 不过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 火神马威卡 和愚人种植行官队长的碰面 看起来 队长进入抽卡池的概率增加了 不过 玩家们更加关心的是 少女哥伦比亚 何时会进入抽卡池 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身材和颜值方面都非常出众 内塔的角色确实让人惊叹不已 然而 恰斯卡一些玩家表示 对他感到眼熟 可能是因为 早期克洛林德的草稿图中 有出现过绿色和紫色的元素 恰斯卡确实与克洛林德非常相似 难道他是内塔的决斗代理人吗 这是一个引人猜测的问题 金尼奇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角色 据说在大世界中表现出色 另外 马拉尼这位水溪少女 看起来充满活力 还有卡奇纳 他在4.8前站中 与金尼奇和马拉尼一起登场 那个像小猫一样 骑着宠物的少女 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